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我们没有看下面 这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过 临终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 你有没有 你能不能保证临终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头脑清楚 不迷惑 这是第一个条件 你看人临终的时候多迷惑了 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 这很平常啊 你到医院去看看临终的人 几个临终人走的时候清楚 临终要不迷惑 给诸位说 不学佛他也不会到窝道去 到窝道的是迷惑颠倒去的 头脑清楚怎么会去变出生变窝鬼 哪有这种道理 现在这个医学里面讲 老人痴呆症 一得老人痴呆症 就不能我省了 住念都不能我省了 你在临终时 善友大喊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他都听不见 他也不晓得阿弥陀佛是什么 就不行了 今天佛人最怕什么 最怕年老的时候痴呆 一辈子修行就完了 我们细心就观察 有很多时候高僧 临终痴呆 老朋友见你 两个眼睛呆着呆呆地看了半天 不认识 记忆里没有了 阿弥陀佛听不进去 不起反应 想到这个地方多可怕 第一个 临终头脑清楚 一点不迷惑 第二呢 要遇到善友 遇到真正懂 净土的 他对于净宗的道理了解 修行关键的时候 应该如何 如理如法的 学习 他懂 这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在这个关键时候 你一听 就相信 就接受 就真命 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 临终的时候 有七个人能去做 想到这些地方 不能不可怕了 那怎么办呢 端在平时 认真 学习 善行 善行 就不会得痴呆症 确定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心 不管是有意无意 都不可以 又中什么阴就什么苦 英国报应丝毫不爽啊 不能不知道啊 懂 我 感谢观看